城府帝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白眉一头 你说什么 玄元柔带兵供来了 有没有搞错啊 我大哥去帮助龙云县城对付玄元柔 玄元柔却跑到我们城外 是啊 府城主 属下也觉得奇怪 这他娘的算哪门子事 他们供来了 我倒是不担心 我们有同管时布置的护城大阵 即便是帝皇境强者来也破不开 我担心的是 玄元柔他们是如何逃出我大哥和叶无极的手心 出现在我们晴天仙城 难不成我大哥和叶无极遇难了 不可能 我大哥是帝皇境一阶大能 叶无极是帝皇境二阶大能 那玄元柔再厉害 还能是他们的对手 难道是府邸抽薪之机 疑惑的城府帝带着张磊 急匆匆通过传送阵 抵达城门之处 隔着淡淡紫芒的护城大阵 城府帝望着城外极度震撼 却是玄元柔他们身后 数十亿仙人大军阎阵阵一带 不过下一瞬 城府帝便笑了 玄元柔 本府城主只是帝王井十一节 我承认我大哥不在我不是你对手 但以你的实力 也根本不会是我大哥和叶无极的对手 让本府城主猜一猜 你们这招便是府邸抽薪吧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你大哥和叶无极 恐怕到现在都不知道 本城主已在晴天仙城外 濒临城下了 等他破开我们仙元仙城那里的大阵时 他并不知 他的老窝已被本城主给端了 好一个无知的小女人 你以为凭你们 能毁掉我护城大阵攻进来 我实话告诉你 我护城大阵乃同管时所部 纵然帝王井十二节大能 没有三年无灾也崩想攻破 就凭你们 就算给你们千年时间 你们也攻不破 城府帝面带痴笑 指尖仙界闪烁之际 一座玉楼凭空出现 他腾空而起 飞落玉楼顶端的摇椅之上 谢意至极 玄元柔来来来 奔赴城主在这等你来杀 你有本事把大阵破了 给我瞧瞧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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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元柔懒得语气废话 他侧师正在观察大阵的弹云 能破吗 我再观察一下 弹云冲天而起 玄鱼护城大阵上空 紧闭双目 释放仙石 笼罩前方两亿九千万里的阵目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转眼就是一个时辰 弹云仍旧闭目 通过仙石观察护城大阵 猫头小子 别白费心计了 哼 原来是玄顶紫霞大阵呢 此言一出 城府帝当即豁然起身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老子凭什么告诉你 弹云双手在胸前急速无动 一丝丝仙力更是迸射而出 转起 那密密麻麻的金色仙力 便在云海中交织汇聚 短短一刻后 金色仙力便凝聚成一尊 高达万丈的巨顶 望着眼前金色巨顶 城府帝心中 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他发现 弹云仙力索宁的巨顶 和城中的镇基紫顶 除了色泽不同 无论外形还是大小 都是一模一样 给老子出来 随着弹云一声力喝 擎天仙城内 一尊通体紫色 高达万丈的巨顶 仿佛受到莫名的牵引 破城而出 化作一道紫色流光 便洞穿护城大阵 朝弹云头顶的金色巨顶飞去 城府帝剑状即被发凉 怎么会这样 护城大阵的阵机 怎么跑出来了 给老子碎 弹云右腿如鞭 抽碎虚空 狠狠抽在万丈紫色巨顶之上 随着碰的一道巨顶 万丈巨顶 瞬间遍布密密麻麻的裂纹 紧接着便化作漫天飞溅的碎渣 随着万丈巨顶碎裂 亲可见 笼罩方圆八亿仙里的护城光幕 便如气泡一般溃散半空 这一刻 城池内无数上等仙人 发现护城大阵破碎后 皆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这护城大阵怎么会破了 若杀了他 谈于呐喊之际 轩云柔化作流光 便向城府帝杀了过去 城府帝吓得面色苍白 自御楼上腾空而起 企图逃脱此地 然而面对轩云柔 他的飞行速度实在是不够看的 不过树西功夫 就被轩云柔给追上 轩云柔 不要杀我 哼 我杀的就是你 轩云柔欲守一番 天旋兵剑 便洞穿了城府帝的路国 魂飞魄散的城府帝 尸体坠落虚空 砸在下方街道之上 轩云柔群脚飞扬 踏空而立 回首望向轩云仙城大军 城内的上等仙人 都是我们不死不休的敌人 各将领带领你们的先兵 随本城主杀 说吧 他便率先冲入城内 对上等仙人展开屠戮 潭云祭出鸿蒙式神剑紧随其后 潭台仙儿凝聚一对圣翼 与轩云号空他们 一岛杀入擎天仙城 在接下来十日里 神速兵等诸多强者 分散在城池内 一边带领大军杀敌 一边释放仙石 合力笼罩整座城池 防止有上等仙人逃走 杀戮整整持续了半个月 鲜血已血洗擎天仙城 上等仙人生活的区域 直到将最后一名敌人击杀 经过清点 轩云柔发现 几方死亡人数 已达到三亿六千万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覆灭晴天仙城之后 潭云又命人开采石柱 好时两个月 给晴天仙城 布置好万龙护城大阵 做完这一切后 潭云他们 立刻返回灵霄道殿 争分夺秒闭关修炼 两年之后 领业无极无比气愤的是 当他们将轩云仙城 三座护城大阵攻破之后 仍旧是空无一人 就在此时 一名帝圣径九阶的上将 从天而降 飞落成晴天身策 城主 两年前 属下带兵离开城池 捕杀下等仙人 返回晴天仙城 我们晴天仙城 已经被悬崖绕攻占了 扶城主的尸体 到现在还挂在城门上 成晴天顿时怒发重关 他根本不敢 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